魚皮必沾的醬料 來自台南的豆瓣醬 比較甜的 多弄幾個好了 都會沾 很酷吧 沒有 我跟你講 就是要沾這個 錯了 你沾錯了 我們到了 王氏魚品 他這家是怎樣 你小時候吃到大 對 從小吃到大 然後中午必吃 然後肉色本呢 為什麼是中午 你說禮拜三下課回家的時候嗎 因為他好像只開中午 他只開到兩點 所以你都沒上課 有啦 我假日會來吃 跟爸爸媽媽很常來 假日會來吃 而且他人超多 每次任何時間來都會爆多人 我跟你講 我剛剛翻我們之前的私訊 就是FB的 2014年 2014年 他回頭 我看到 好恐怖 他回什麼 他回我說 我是不是被盜 我怎麼會找他 你是不是要打電話給他 你先不要激動 那個人回說 他以為 你要幹嘛 怎麼會找他 你要幹什麼 你問他在哪裡 我現在好緊張 我現在很緊張 你剛剛說可以借我20萬嗎 真的被盜耶 借我20萬 剛剛經過你這樣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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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 不要這樣子 我很緊張 我已經打你的蛋 還沒回嗎 還沒 還沒 我記得我跟他去過一次Costco 然後 我那時候 就是坐牌室嘛 就不敢讓爸媽知道 所以我都會把手提 喬成震動 然後我爸一直奪命女 然後我都不接 然後我還最後收到我爸一個簡訊 他說 你再不接電話的話 你這輩子就不用回家了 他就威脅我 他知道我就故意不接 然後 他就傳了簡訊給我 然後我就回家 然後我一回家 我手已經被摔在地上 被我爸傷了 是因為去Costco 沒有 是因為你不接電話 對 就是這一個 就是跟這個去 好 然後這是你剛剛說的湯對不對 魚皮加丸子湯 對 魚皮加丸 然後還有滷魚皮 他們家魚皮真的很好吃 好 而且他們家魚皮好厚好厚 我先把我手機收起來 往事魚皮 一定要先吃魚皮吧 你看他們的魚皮 很認真的魚皮 而且等一下 重點是你要沾那個醬 醬 醬什麼醬 我去弄我去弄 要先沾嗎 我先吃一個不沾的 魚皮必沾的醬料 來自台南的豆瓣醬 比較甜的 多弄幾個好了 好 都會沾 很酷吧 沒有 我跟你講 就是要沾這個 錯了 你沾錯了 很酷 它的魚皮已經煮到 不是那種很Q很Q的 是軟嫩 軟嫩的那種 軟嫩 可是你在咀嚼的時候呢 你很明顯可以吃得出來 它跟魚肉不一樣 因為中間有一個 特別特別軟 然後很像 很像油脂的東西 就是油脂 那個魚皮底下 有一層那個 魚油在那邊 沾這個 膠原蛋白 沾這個 那我吃這個口味 這個是剛剛這個 它已經有滷過了 好 是不是很好吃 而且它很下飯 它很適合配飯 而且很鮮 沒有魚的超抽味 它的魚皮很滑 滿好的 我最喜歡的肉燥飯就是 就是肥肉的肉燥飯 我覺得 可是我不愛肥肉 所有東西都一定要有肥肉 對 因為肥肉它的油脂 跟湯汁完全不一樣 它會讓整碗飯更香 而且口感會比較滑順 海肉真的太棒了 它的湯頭也是偏甜的那一種 就是你吃完整個飯類 然後再回來喝湯 是會很舒服的 我覺得它的米飯煮得很好 因為 它米飯是吃得到飯粒的感覺 它不會因為沾了飯 然後整個都黏在一起 整個都黏在一起